封面結構其實已經來到了台灣 東方的海面上面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這邊其實雲系發展 都還是相當的旺盛的 所以其實還是不斷的 有些雲系移入 帶來一些降雨的情形 這幾天降雨情況明顯 台灣附近雲系發展相當旺盛 各地間歇陣雨 將一路影響到週六 下週還會有一波新的封面 下一波的封面 我們預計在下禮拜一 會逐漸接近我們 禮拜二禮拜三 會是印象比較大的時間點 週六中部以北 水氣仍然偏多 目前封面逐漸遠離 週日花冬要留意午後雷雨 週一開始 另一波封面再靠近 降雨增加 各地恐怕都要留意 短延時強陣雨 以及雷雨的狀況 東半部降雨以午後為主 印象較大時間點 預計是在週二 週三兩天 各地降雨都比較明顯 西半部 東北部 可能會達到局部豪雨的等級 週四水氣逐漸減少 各地都還是會有些 短暫陣雨的現象 未來天氣要留意 菲律賓東方有熱帶性低氣壓在發展 目前的路徑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會在今天到明天 逐漸地接近菲律賓東方 到禮拜天開始 會逐漸地往東北的方向轉向 然後往東北方向移動 因此整體的預報路徑 對臺灣來說 距離上還是比較遙遠的 今天首個颱風艾維尼 最快週五就會生成 雖然目前距離臺灣遙遠 如果颱風北轉過程 更靠近臺灣或更靠近封面 有可能對封面結構帶來影響 氣象署也會持續觀察 三線宣言高官薛夏陽明 台北採訪報導